JCConf 2018 精彩議程 由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保險核心系統 領導廠商 OF 號召各路頂尖人才 攜手放眼亞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離 贊助為您播出 大家好 那我要講的主題就是 Java跟Curter的交互式環境 那在講之前我趕快先提一下 就是Jeshell 那在Java 1.9之後 我們有一個新的工具叫做Jeshell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官方網站 就是Oracle官方的文件 它會寫這一段文字 不過太長了 那我就先截取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官方本來的目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試一段獨立的code 然後是其他不同的方法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然後或者是不同我們不熟的API 這是官方文件給的Jeshell的功能 可是如果我們再仔細看一下下面這一段 他說 Pass the code into Jeshell to try out And then pass the working code from Jeshell into your program editor or IDE 那這邊講法就有點奇怪了 它只說把code貼到Jeshell上面 可是沒說我們從哪裡貼過來 所以我看到這一段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我想了很久 就是後面兩個官方文件給我們的功能 可是呢 我們從它一扣 我們從State of Flow 然後從State of Flow 扣我們的code過來 然後在Jeshell上面試 這個就叫做State of Flow Driven Developer 那 這個我想是Jeshell官方文件的意思 因為它官方文件都沒說我們從哪裡貼 而且你仔細想想看 就是如果你在你的ID環境 你已經寫好在上面 然後你再貼到Jeshell上面 然後再試完再貼回去 很奇怪吧 所以這個Jeshell其實還蠻累贅的 那跟它官方文件講的說 Interactive Programming是很不合的 所以呢 其實我們這邊有一些方式 而且古早以前就有了 那這是剛剛講的Jeshell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要Java 1.9才能用 它其實可能很多人還在用1.8 因為就是有一些dependence的問題上不去 升到1.9之後 你還要去加那些 add module有的沒的 所以可能會讓以前的code爆掉 那大部分人可能就停在1.8還沒上去這樣 所以你也體驗不到Jeshell的功能 因為Jeshell在一些 像1.8它們有開始做一些support 可是它support其實也不好 它那個support就是叫Jeshell console 那個功能它其實沒辦法使用 我們在Jeshell上面的command 所以其實你想說Jeshell的command line 你不能用你用ID體功能 好像也不太好用 所以呢 我們還剩下一些以前比較古早的tool 就是IntelJ的scratch 或者是Eclipse的scratchbook 應該已經就是還蠻多人在用這種東西了 它其實就是你寫在上面 然後你可以直接執行執行 那它自己幫你加那個man 所以你執行起來它就是一個 就是從Java的man的進入點 然後執行一小段code這樣子 所以呢 這種開發方式其實跟我們講的 Intelactive有點差異是說 我們其實都是開一個新的Java file 然後呢我們都需要compile它 compile是必要的沒辦法 但是我們其實是沒有一個常駐型的JVM 所以你已經設定了一些東西之後 你再開起來還要再重設 所以呢我們就是開始來介紹 我今天想要講的主題 那在講主題之前呢 我會先介紹我的工具 是Croger 那其實用Croger是語言等級的東西 跟這些工具比是有點不公平沒錯 只是因為就是推廣Croger 所以呢就想了這個主題 那先簡單講一下我們Croger要怎麼開始 Croger其實我們用最簡單的 就是Croger的Java包就可以動了 不過呢為了要達成我們今天 Intelactive Programming的目的 而且是要跟Java合在一起 我們還需要就是講到第三方工具 那另外還有一個Croger官方的Croger CLI 那個是Croger 1.9開始新增的東西 不過它其實有一些缺點 它沒辦法到我們的目的 所以呢第三方工具是必要的 那這邊其實就是簡單講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啟動一個Croger的環境 其實像這樣 用Java然後執行一個Java檔 這樣開起來就是一個Croger的IP的環境 然後呢如果你想要執行單一的Croger 就是你自己寫的Call 那就是在 在那個 一樣是打JRA 然後HELLO打CL 其實就是你寫的Croger code 然後另外你就指定你的Croger pass 那Croger pass 就是會是Croger drop的那個IP的Croger pass 那再來就是官方的工具 官方的工具其實它就是 就是讓你不用打那個JavaJAR的設定 讓你直接可以用Croger這個指令 然後執行那個Croger code 但是 其實安裝方法 這其實就是官方文件 官方文件上面會寫 所以這邊就是稍微看一下就知道 那它有一個小問題是說 Windows的使用者 他可能沒辦法裝這個Croger工具 因為它 官方文 官方本身沒有提供 Windows的.bat安裝 然後那個 Windows上面的那個 Chocolate吧 我是沒 我不是一個Windows使用者 可是Windows其實有一個Package Manager 它是叫Chocolate 那上面也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 可能就是小缺點是這個 然後呢 這個是有來 有提供一些簡單的Package Manager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上面 直接去拉我們 原本在寫在那個POM 打XML 或者是你用Gradle 上面寫Dependency 那 我們的Dependency 又寫成這樣 這種語法 其實就已經是Croger的Call了 然後你會看到 有一個冒號Deps 這意思是說Dependency 下面這些都是 那下面會再包一個大括號 這大括號 其實就是Croger的一個資料結構 那是叫HashMap 所以它前面是一個Key 後面的東西是Value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有兩個Dependency 一個是CLJTime 另外一個是MyApp 然後一個是從Online 線上拉下來的 我們只要指定它的名稱跟版本 它就會上去拉 而且這個CLJ Package 它其實是 就是 我們拉的方法 其實是 還是會去Maven的那個Ripple拉 所以這些 這個Package 在Maven上面也是找得到 另外就是 我可以拉我Local做好的Draw 但是這個就是Croger CLI的極限 這樣子你拉Java包 你都已經是編好的東西 你還是沒有達到就是 我一開始想要講的 我們是Interactive這個目的 所以在Croger CLI 這些缺點 就是我不能拉JavaSource 然後REPL中沒有AutoComplete 這是在它REPL的環境是這樣的 然後另外就是沒有Project Template 連像那個Maven那一種 很難打指令的方式都沒有 另外最後就是 它其實不能有Blogging的機制 那這Blogging等一下後面會講 這個其實是我們在Interactive Programming這樣子的形式會需要的東西 就是說 我就要把檔變了 我要有能力讓它重新Compile 變成Class檔 然後再Low起來 這樣才能達到我們 我一開始講的目標 所以呢 這個才是重點 就是 我們是要介紹第三方的開發工具 那目前有兩大開發工具 是Croger世界有兩個東西 可是呢 因為我這邊只會介紹功能 比較強大的Lanningen 那Lanningen 因為是主流 然後它有Plugging 所以其實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在上面 只要打一下Dependency 然後設一下Plugging 就可以做到Interactive Programming 然後呢 那Lanningen 簡單介紹一下 它是 on top of Maven 所以它其實底下 還是操作Maven的那些東西 不過 它已經讓你看不出來 那個Maven的Workflow 就是Maven它有一個固定的形式 那像Gradle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應該現在大家主流 可能都是改用Gradle 然後Maven反而比較少碰 然後再來是它有support 我剛剛講的Plugging的功能 也就是說我可以在Maven這個Package Manager上面掛一些特殊的設定 讓我在JVM執行的那種Round Time 可以做一些事情 而且因為我們是IP的環境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長住型的JVM 那它可以透過Plugging去設定 讓我們操作一些JVM上 正在執行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它做特殊的功能 比如說我可以Watch 我可以FileWatch 可以看我Java檔變了之後 我重新把它Compile 變成.cast 變成.cast 之後我們再Low起來 那這樣子就可以達到Interactive Programming 那這是安裝方法 就是用CURL去裝 這個其實是在Linux上面試用的安裝方法 那根據你的Linux distribution不同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原本的Package Manager 那那個我就不提了 就是這個是基本的方式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開始裝了之後呢 可以去試一下 我們會有一個Lin的指令 那這個指令它會有一個參數 其中一個參數叫IPL 我們可以直接在任何一個目錄下面 立即開啟我的IPL環境 然後呢開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子的結果 這個結果就是我們Curlter 應該說Linux跟IPL它已經幫你啟動好 然後做很多事情 那其中一件事情包含它幫你開了一個Socket 這個Socket是可以讓任意程式連進來跟它交互做溝通用的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今天Edit和ID不管是哪一種 可能像我用Eclipse 我可能用Eclipse或者是用IntelJ 或者是用VIM 我們都可以透過Socket去連到這邊 那這個在官方的CLI是還沒有做的功能 而且這也是因為Netting根它有BugIn 所以我們才能在啟動的時候就設定這些東西 那當然這是它內建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我們可以有一個Port 這Port就是給我們的Socket用的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Local Host 所以呢其實你可以想見 假設說我們有一個遠端的機器 我這樣子開啟IPL 我其實是可以在我這邊電腦遠端連過去 然後做Internative Programming 這個其實 這種事情其實在NAS 以前的那個火箭推進器實驗室 他們因為早期程式也沒有很多種 其實他們早期有執行LISP 那他們有一次某次太空任務 是利用這種IPL去修 修飛船 就是修太空船 這個還蠻厲害的 可是這個不是主流開發方法 我們還是好好的做好TDD 然後開發比較好 不要這樣子在production的東西 上面這樣弄 然後再來是Portrait Template 如果有用過Maven的Portrait Template 應該會覺得那個指令很痛苦 因為那個指令就是 大家要打artifact 然後打groupID 那個太煩了 那現在大家應該是用Gradle的 然後可能會覺得這邊Laningen也有 可能會覺得這邊就很簡單 L-E-I-N 然後new 那再來是我Template名稱 最後是我的專案名稱 後面還有一段是方括號刮起來 就是說 我Template其實可以設定參數 那這個功能我不知道在Gradle有沒有 不過在Laningen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Portrait Template 幫我們做出來的那個目錄 我又去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是APP這個Portrait Template 它做出來的預設的目錄結構 然後呢 我們有兩個重要的東西 這個就是第一個是 那個Portrait.crj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SRC下面的東西 那是SRC 所以在Laningen預設的想法 它沒有像Java那麼複雜 Java Maven做出來之後 當然那個預設可以改 不過Maven做出來之後 它會SRC main 然後Java 下面才是Netspace 再來才是你的Java檔 那Laningen這邊就是簡化前面人的幾層 然後另外就是Rodger.crj 這個東西就是Maven上面的POM.xml 所以我們Project是用這個檔案去做操作 然後呢 結構會長得像這樣 那我們又再一次看到 掛號跟冒號 有的沒的 這其實就是Coujo的語法了 然後語法的部分 因為這邊講語法太無聊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人 之後可以 就是我們來聊一下這部分 所以呢我們這邊 大概很簡單就可以找到 我們要怎麼設的dependency 就是那個冒號dependencies 下面 後面有一個中括號 中括號那邊就是一個Coujo的Vector Vector其實就很像是 你把它當list好了 那這邊設定方法也很簡單 就是 以前Maven的group ID 是前面的slash那邊 然後後面你的artic vector 就是那個slash後面 再來就是版本 也就是說Maven原本那個XML 你可以直接簡化成這樣子就可以寫 那Gradle應該也是類似的 所以呢這個就是我們類似於 POM.xml的dependencies 然後呢我們要怎麼樣讓Laning 跟Laning gun 揉我們的JavaSource 而且這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想要他幫我們編東西 那很簡單就是 冒號JavaSource 這個key 後面就是一個Vector 然後把我們的目錄放進去 那目錄就是要寫到是 要寫到你的Namespace的那一層 也就是說 srcman.java 後面就是你的group ID的資料夾 寫到這一層之後 Coujo幫你揉 它會照我們的Namespace這樣揉下來 然後呢再來就是我們的IPL IPL就是長這樣子 那反正大家都一樣 Jeshell也長很像 只是前面符號不一樣而已 這邊就是可以讓你實驗Coujo的語法 然後接下來要簡單講一下 我們Coujo的syntax 那因為都是括號 所以呢可能會很多人不習慣 如果說有看電影的話 就是火星救援 可能應該沒人會注意 其中有一個畫面是長這樣子 那這個是NASA真實有的程式 這個程式就是NASA NASA以前在太空戰物有一個 那個定理證明用的程式 當然電影放這邊很奇怪 因為它這邊應該沒有這個用途 不過就是很帥而已 然後Coujo一堆括號啊 所以就有這種那個XKCD的笑話 它就是說 就是我們Coujo的使用者認為說 括號是很優美 那這邊就有一個星際大戰的梗 就是說括號是一個很 就是流傳很久 你爸流傳很久的括號 就是送給你這樣 很Elegant Weapons 那大家看到都已經很怕 要學新語言 然後又一堆括號 所以呢 我這邊就是想要幫大家解除這個困擾 應該在場各位大家都寫ShareScript吧 就是多少會寫到 那ShareScript你可能可以看 就是寫到這種語法 但這個可能會讓人家覺得很亂 不過其實是可以這樣寫 就是這個功能叫做Command Substitution 就是說我在前號括號後面的東西可以先執行 那這個東西啊 我們可以這樣看 就是分三段 第一段是外面那一段 然後另外是兩段中間小的 那兩段中間小的就是執行那個File Count 我們可以去計算檔案的行數 那中間有一個箭頭 那個是那個IO Redirection 所以呢那一段箭頭其實是 我們先不要管序喔 我們先簡化一下 要想像力 這樣子雖然是出來的結果不對 不過我們先不要把那個 UNIX的一些規則混在這裡 我們先稍微講解一下 就是ShareCommand到底是如何像Lisp 這樣子呢就是 我們其實在ShareCommand裡面 裡面WC會先執行 然後之後再執行外面的EXPR 那這樣子最後出來的結果 其實就是我們這兩個檔案的行數相減 所以會得到一個數字 所以呢你在ShareScript裡面 就是如果你有寫ShareScript的話 你會發現說你的程式裡面 就是會有一些參數 那些固定參數 那你會有一個前號0 前號1前號2 你知道前號n 在你寫ShareScript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用 但是呢你的前號0 就是你的程式名稱 然後再來是外程 所以完全一樣 那它會從從裡面到外面這樣執行 這個其實就跟那個Lisp的程式邏輯很像 所以我們前面第一個符號 就會被我們Evaluation 就Evaluate 也就是說第一個符號才會被 當成Function來執行 後面都是參數 所以呢 ShareScript其實就有很像我們剛剛那些括號 那那個東西呢 就叫做S-Expression S-Expression 就是在Lisp發展初期提出的兩種表達方法的其中一種 那另外一個是M-Expression 這個我們比較常見 大部分Function code都是這樣code的 所以呢 我們再看一下平常Java的code 就是最普通這種 前面的PrintLN是MetaExpression 就是M-Expression 那我們先不要管前面的物件 就是這樣子看啊 就是我們可以發現說 有M-Expression跟Binary Operator 那我們需要把它再整理一下 就是要為了要幫助大家 不要怕括號 所以呢 我們先整理一下 我們把Binary Operator 整理成一個物件 然後它是加 雖然這個程式不能在Java上面執行 不過 你其實 你其實是可以做一個String的Method 然後後面可能就是叫add 因為加號是不能當成那個 是保留字 不能當成Method的名稱 所以呢 這樣子你就看 我們看這段code 就比剛剛好多了 就看起來比較 我們要一致性 然後呢 我不要物件 所以呢 我就把物件拿掉 那把物件拿掉之後 把物件拿掉之後 應該說把那個點去除 我們把物件當然參數 那如果寫過Lua的人 可以看 就是可以知道說 Lua在寫class的時候 他每個class 第一個參數就是self 那我們可以把它想成是這樣子 我們把Function 拉到前面 然後第一個參數都是self 接下來再去放我們要執行的參數 那因為剛剛那樣子的動作 我先把我們執行順序拿掉 所以我們先把括號暫時拿掉一下 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有一些 是我們不要 我不要物件 所以那個物件的名稱 是Redundant 我再把它拿掉 那我們剩下的東西 是要print跟加號 然後還有我們參數 最後我們得到的東西是這樣 然後在最終 我再把括號加回去 所以這其實就是我要的Lisp語法 那這中間轉換的過程 其實沒有很複雜 就是 其實我就是在對加號來說 我是把物件拿掉 然後呢 我再把方選加回去 剩下就是參數 那因為加號在Gordia本身 它是綁兩個物件的參數 所以呢有另外一個 方選叫做str 所以我再把加號換成str 之後這樣子就是一個 可以執行的closure程式 然後再簡單講一下 開發工具 那在開發工具的部分 就是 像我常用的是emx加seed 來寫closure 不過 Intelij上面有一個叫做cursive 當然這個我都有用 因為我寫java的時候 還是在用Intelij 然後cursive它的功能 基本上跟c的類似 所以呢 你可以在Intelij裡面 開出IPL的環境 然後你也可以connect到那個 我們剛剛外部開的 socket的IPL 然後最後一個是 因為Eclipse 還是有人在用 那我自己個人沒有用 不過Eclipse其中一個 plug-in叫做counterclockwise 這個是可以在連 中Eclipse裡面連closure的IPL socket 然後這邊會先稍微講一下 就是我們為了達成 interactive programming 我可能會有一些tip 那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就是說 如果你在Intelij上面 你想要就是做這樣的事情 我會建議說 把那個culture的project 開成一個ampltyproject 之後再把module加進去 這樣子才不會因為 Intelij之前它自己幫你roll module的時候 然後蓋到原本你原本設定好 那個project的module 那另外就是你可以把IPL開在外部 就是你從外面開 多開個terminal 然後用connection的方式連過去 這樣子你可能比較不會害你的IDE 就是卡在那邊啊 在等IPL 其實其實我比較喜歡 我比較喜歡在外部開IPL環境 然後再連過去 我不會跟IDE綁在一起 不管是Intelij 還是emax都一樣 然後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要進入到 我們要怎麼樣開始做 Internative Programming的方式 那我們剛剛已經介紹就是 culture開發環境 然後另外就是克服一些 eximpression的問題 就是括號一堆的問題之後 然後開始介紹 Internative Programming 那就是總會有人問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是我們直接執行那個code就好 那其實理由就是很簡單 因為你在開發的過程中 你常常會有一些function是需要 你並不想要直接寫那個test 然後你只想要執行看看而已 這種情況就是很適合做 Internative Programming 然後你去試一下function 或者是試一下你沒看過API 可是它並不是你的程式流程之一 或者是你想要做code券 那code券可能就是一次性的 如果說你有一個環境是可以讓你隨時 把你的code產生出來 然後你不用去寫一個man file 又執行那個java檔 然後你把它留在你的git repo裡面 Internative Programming是一個好選擇 不然你每次都要去清那個檔案 那再來就是 Internative Programming 我們講那麼多 那到底我認為的定義是這樣 其實就是第一個 我可以把JVM的symbol更新 更新成我下一次的設定 而且是自動的 這個在Jeshire裡面做不到 因為Jeshire你的symbol 一定出來之後 它是不能更改的 然後另外就是我可以看檔案的變更 檔案變更之後 我可以recompile它 然後把它重新reload進來 這個Jeshire 應該說Jeshire並沒有loadJavaSource的功能 所以本來就做不到 然後再來就是 像Jeshire它開啟一個環境之後 我是在Jeshire上面編輯我的call 可是我不能直接從我的ID 把我的call送過去執行 也就是說它要copypast 我想要避免這件事情 就是只要這三點都達到之後 我就認為我可以是一個 Internative Programming的環境 那接下來就是講我們要如何做 首先就是我們剛剛已經介紹過的Internative Programming Internative Programming 我要loadJavaSource就是這樣子 我把JavaSource load進來之後 接下來我們會需要一個Plugin 那個Plugin就是執行我剛剛講的功能 它有FireWatch 然後檔案編輯之後 可以recompile它 recompile完之後 可以把它load到JVN上面 那我的namespace就是可見的 我可以隨時把它load起來 可以隨時把它 import 然後拿來用 然後有一個Leningen的Bugin 叫做Vigio 那它是利用有一個Java的Library 叫做ASM 那個ASM應該還蠻有名的 那它的功能就是說 它可以操作JVN上面的bycall 然後呢Vigio就是用ASM來做這件事情 它重新在JVN等級 然後我重新compile它 然後我重新compile完之後 我就可以重新load 那再來就是 FileHardReload HardReload就是我去監控我的所有Java檔 那監控完之後可以讓它compile 透過Vigio這樣子 所以呢 我當我一有Vigio的那個pugin 之後的IPL就會有這樣子的訊息 這個訊息是說 當我檔案變更 它會去compile 那如果你的Java檔是有 有預法錯誤的 它也直接把預法錯誤秀在你的IPL上面 也就是說你可以直接邊改Java code 然後呢 那樣自動執行 那再來就要講一下Cludger要怎麼樣操控Java的物件 這個就是Cludger本來就有的功能 叫做interop interoperation 然後我們要先回想一下 Java裡面有哪些元素是我們想要用的 第一個是ClassLabel的Member 然後再來是Object的Member 再來就是Enon 可是Enon其實就是Object 如果說你寫成有寫 constructor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Object 然後呢 我要怎麼在Cludger用就是那些括號語法 去產生一個新的JavaObject 就是新的Instant 這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Java的Alger名稱打出來 最後那邊加一個點號 那個點號就是New的意思 所以我們不會寫 沒有New這個方式 我們就直接用點號 這樣子就會產生一個新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是Java的Date 以下面的例子來說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一些 像是Static method跟Member 我們想要存取 那存取的方式就是用 slash 像是 method slash pi 或者是 date slash pass 然後呢如果有參數的話就是直接夾在後面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Java的物件當成是 就是像剛剛最一開始的例子 那個Shield script這樣子執行 那再來就是Member的InstantMember 怎麼樣存取它的Fill 就是用點然後減號 這樣子就可以存取了 那這邊是一個Special form 就是Cludger的比較簡化語法 因為前面那些講的就是 它是一個括號裡面就做完 但是DateSpecial form 它是說我可以用一個點 然後把 method都串在一起 像是那個就是中間那一段 中間那一段就是我可以用DateInstant 然後在後面括號 method symbol 然後Arguments 那那個括號可以串很多個 所以我可以讓那個Instant直接做好多個 method function 這樣子它其實是一個簡化語法 那可能如果在Intellative官名下面比較少用 然後呢接下來有一些就是Cookbook 那比方說我想要去low Java的 某個Enum的全部的Enum的值 我就是這樣子 那Values是本來Enum就有的Function 它是把所有Enum值拉出來 所以像這樣子我就可以拉到一個Enum的Vector 再一個我覺得Vector就是像List一樣 所以我之後就可以做一些MapReduce的操作 然後把可能就是取我要用的Enum 然後得到一些結果 或者是如果說它是那個 你的爬蟲的site的URL的話 你可以一次把它放到你的爬蟲 爬蟲執行的程式上面 然後就全部做完這樣 你在Intellative programming就可以用這樣子的功能做 然後再來就是存取單一的Enum 存取單一的Enum就是用一個slash 然後加上那個Enum的名稱這樣 那再來就是我個人認為 Intellative就是這個環境下面最好用的東西 是存取text檔 那存取text檔 我們在Groger裡面就是用slurp或者是speed slurp是tun 然後speed是tun 所以我tun了一個東西 就可以直接變成Croger的字串 然後tun的話就是把字串直接tun到那個檔案 我們就完全省略掉 就是你在Java上面要寫那個IoStream那些東西 就直接這樣子就可以做那個dext file的存取 那這邊這樣子好處就是說 比如說你要做一件很無聊的事情是 如果是CSV檔你想要根據你的HeadColon 做一個新的class的話 這個方式可以幫助你就是省略掉一些東西 然後甚至就是利用這個讀檔的方式 然後做出一些class 像是我等一下會講一個例子是 GSung 如果你要用GSung 你要用Json產生一些你的Json物件的話 會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執行 那再來是要怎麼樣使用我resource的東西 resource就有一個IoResource的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就是可以去存取 Maven的那個resource資料夾的東西 那在Coldre的專案這邊 因為它是讀自己的resource 不過那邊resource就是Maven那個resource 所以你只要把東西copy過來 你就可以存取到resource下面一樣的path 所以我可以利用那個surp去讀一些檔案 那在Coldre裡面就已經有內建一些方式 就是JsonReader或是CSVReader或是XMLReader 這些檔案你直接漏進來 然後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操作 你就不用再去做這種無聊的事情 然後寫一個Java的man 那再來是Coldre裡面有一種語法是這樣子 那是thread list 它這樣這個寫法其實以這樣子來看 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參數是range 我產生了一個無窮的list 那它是數字的 那接下來我就做我要的處理 我要的處理就是 我去把那個range 每個東西就是自己乘以自己 這是map裡面做的事情 再來是filter 我filter掉 我滤掉那個激素 然後最後我只取前面十個 再把它全部加起來 那這邊裡面有一些 Coldre的特性 比如說像是lazy 然後你還有一些就是 我們一些map reduced的 那這個範例還是主要在講thread list的 也就是說原本以前 Lisp世界寫一堆括號 從內到外這樣子看的方法 我們可以直接改用這樣子寫 比較直觀 然後比較好處理 那這也是Coldre當初發明的目的 那以用這個寫法來講 你可以把你的java class 就是java object放在第一個 然後接下來就是用thread list去放到你要的操作上面 這個在interactive programming上面也還蠻常用 就是以我自己來講 然後我可能就是要講一個scenario 比較好證明就是這樣子到底哪裡好 那以這邊來講我就寫一個 那個gson的範例 那有時候 有時候你會接到 就是可能你在做後端 或者是做一些 接API的事情的時候 這種情況下 你會去拉到一些json 那像這些json 比較 就是一般在java的開發者來講 我們有兩種選擇 我們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用那個 那個object mapper 那個是哪一個的 我想一下 Jackson 好 謝謝 Jackson 然後另外一個是gson 那這兩種選擇 他們 他們要產生object的時候 你 當然有不用class的方法 可是 要class 你就要是 就是要依照你的json 那個物件名稱 然後去產生 那個class 這種很無聊很無聊的工作 那像這種很無聊的工作 第一個 你也不用去為了那個class 寫一個test 所以呢 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是 要嘛手打 要嘛去產生它 那以這邊的範例來講 我就是 簡單寫一個東西 是說我roll了這個json檔 然後呢 我想要去印 那個jsonobject裡面的東西 那 這當然不是 這當然不是你開發的 會寫出來的口 這只是 我這邊因為要講這個範例寫的 然後呢 你的jsonclass大概會長這樣子 那就是會有它的type 跟它的名稱 那個名稱 就會對應到你 到時候json json的那個object 的key上面 所以你一定會產生這種東西 如果說你接的API 還是很簡單 你當然是可以用 G上或 UbgMap的一些工具 做出一個簡單的stringlist 但是 稍微比較複雜 你多少都要寫這個 那假設說有這種 結構的東西 你要寫 那如果說一次兩次 寫下來 也寫出來是沒差嘛 那如果你又有更多 然後又那麼多 那麼多個key 當然就是 花一點時間寫 可是如果 越來越多 每天都要加這種東西 就花時間花在這上面 那怎麼辦 其實 就是像我這邊的情境 就是可以幫你解決這件事情 我們就三種方法嘛 一個是手刻 那另外一個是用一些工具 那最後是 這邊的例子是說 我用錯刀 或者是用車床 或者是用CNC CNC就是你只要打一些指令 它就會自己幫你把東西切割出來 那其實這三種工具 目的都一樣 就是切割你要的 切割你要的素材 然後切成你要的形狀 那以我們這邊的例子來講 第一個就是你手打嘛 就是跟錯刀一樣 第二個就是你用那個 Marticolon這種工具 你可能就把Json複製上去 然後你用多行選取 去選擇 把你不要的地方濾掉這樣子 那再來第三個方法就是Codran 然後呢可能大部分人 已經有用過這種東西 就是它是一個線上網站 那你只要把Json貼過去之後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Java Class 然後它好像也有支援Scala 那這種東西就是第三種方法 可是我這邊講的就是第四種方法 我們可以用Codran 然後我要準備用Codran 我就寫一個這樣的方法 那前面Later後面那邊先不用看 我們就直接講 我們最主要的地方 在Format後面 第一個參數可以看到一個STR 那後面就會看到一些很像Java的東西 就是package 然後public class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那個大括號包起來這樣 其實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用Format的方式 然後前面給它一個Template 那個Template後面的東西 是我用Codran程式產生的 那Codran有一個好處是 我可以去參考Java的E-None 我們因為我們剛剛那些功能 就是前面講的 我可以直接參考JavaE-None 可以直接參考Java任何Class的東西 甚至我可以用Codran 再使用Java的reflection 所以呢 我要產生這種JavaClass 其實還滿簡單的 那產生完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再用Speed 就是前面這邊SpeedFunction去存取 存到我們的最後SavePath 然後呢最後還是回到我們剛剛說的那個Later的部分 那Later其實這邊就定一些 可有覺得 就是執行一些可有覺得參數啦 像前面就是我有定義一個JavaRoot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定義一個叫做SavePath的變數 那這變數就是從後面這三種字串起來的 所以呢我最後Speed就是存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我就可以產生出我要的Code 那剛剛定義好我的GolderFunction之後呢 我最後就是Code它 那Code的方法就是我就給兩段 一個是我存 去讀檔 讀我這個Json檔 然後再來就是存下去 存下去的時候就是Code這個Function 然後我給它我的PackageName 再給它ClassName 最後就是我的Json我要存去哪段 那以這個Json來講 因為它是一個 它這邊這個Json的例子 我在做的時候是用一個Array 所以我存取First 所以呢這樣子做完之後 我就可以產生出我要的Code 然後呢我們剛剛已經開好那個Vgear Vgear的環境 所以呢它會Hull Relo Hull Relo完之後 這個Code就已經存在這邊了 然後這邊 時間好像來不及做Demo 所以可能就是如果說有興趣的人 等一下可以私底下來找我 然後再來這邊最後階段就是我們Code Code這個來講的目的其實 講的主題也沒有講到Code的真正核心的東西 然後就是挑了一些比較簡單的東西講的原因 是因為Code可能很多人都沒聽過 像我剛剛在外面就是跟Line的人聊天 他們也不知道Code 那Code還有一些很好玩的主題 像是Lazy 就是我剛剛提到 就是稍微偷渡一下 然後還有Protocol 它是可以控制Java的interface 再來就是Lisp的Macro 然後還有就是Code的最擅長的事情 就是Concurrency 那這個有一個Library叫Async 前面上一場剛剛也有講過 講過了 然後最後呢 我這邊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大家看到這個符號的時候呢 就是SayMyName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Code的 那它的寫法 不是Code的 Code的 是按念法一樣 是Code的 好 然後CodeTW 歡迎大家來 然後這邊是QR Code 謝謝 謝謝 那像Java的有一些 就是Java病會有泛型的狀態 是 那它在捐扣的時候 那個對於泛型的狀態的病 會怎麼處理 我還沒有做過 不過 其實 如果要用泛型的話 它其實 你還是要繳括號那個自竄 那邊就是變成說 你要去拉到 你泛型的interface的名稱 然後把它自己放到自竄上面 這其實就已經有一點在玩自竄處理 然後產生那個檔案了 但是你在寫Java code券的時候 你應該也是這樣子 就是產生的 所以我知道 有一些Java高手 他們會 就是自己寫個man檔 然後去拉 那個inon 然後去code券這樣子 現在也有template 可是那那個是高端技巧 我還在研究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私底下再聊聊 謝謝 像它半型的話 產生了class 是會變成多個class 還是說 就是 因為我還沒有用過clutch 就是不太知道說 它處理完後的狀態 會是怎樣 好 因為我剛剛可能大家誤會 就是產生culture的工具了 不是 culture是一個語言 是我利用它來code券 然後是我剛剛的例子 硬要講code券 Jason的class 那如果說 你要做你任何想要做的事情 當然都有辦法 因為它是一個general purpose的語言 然後呢 我今天這場來講code券 是因為 就是硬要跟Java扯上關係 因為我怕 怕講culture 然後在那邊講半天 大家都沒興趣 那就沒有用了 所以我才用code券當例子 所以它遇到泛型的情況 因為我自己還沒寫過 那一段其實就是寫 產生culture程式 你有用過JOQ嗎 沒有 還是用hybernate 至於你要怎麼寫是另外一回事 然後c++的template 它就是compiler幫你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可以寫到那樣子 可是 以可可覺得剛剛我那個例子來講 我在寫的超微複雜一點 我其實是可以做到c++的template的事情 當然那個不能這樣比 因為c++是編出來之後 產生的class是binary的 可可我覺得這邊就是產生java檔 它其實就是像transpire這樣 就是 我們現在大家很流行 把東西寫一寫自己 變成java檔 這其實意思一樣 就是都是寫成字串 在玩字串操作的事情 對啊 所以 使用情境大概是看你個人 然後怎麼樣做 我還沒有研究啊 等我研究完泛型怎麼寫 我再 最後我們試一下聯絡這樣 好 謝謝 謝謝